各位朋友 接著這段影片 講解一下古卓文這首《不相往還》 因為有觀眾朋友 想我去講一講這首歌 我就先講這首歌 歌曲會陸續講 這首歌我看了它的歌詞 聽了很多次 先分析它的唱 至於旋律分析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上一段影片 或者在說明內容裡 也有一條連結 接著我現在所講的東西 未必是代表填詞人 或者做音樂人的表達 因為音樂每個人聽的感情和感覺都不同 其實這就是音樂圓妙的地方 我聽了這首歌之後 我覺得這首歌也是寫著一些男女 例如男女分開的過程和感受 這首歌也是難捨難離的東西 首先第一句我們先開始 笑 共你一起愛笑 即是說它有過一個很快樂的愛情故事 愛情的經歷應該這樣說 經歷了一個很美好的愛情之後 蒙龍絕美畫面 留低筆小 即是說 在它這個戀愛過程裡面 很多東西很歡樂 當然其實它也是在寫著 每段感情都差不多是這樣 一開始男女一起相愛的時候 當然是有個蜜月期 那時候很開心 當一冷卻的時候 或者發現到大家有缺點 或者是不滿意大家的對方 或者是會想選一個第二個 之如此 這個離離合謀 這個人世間大把 然後總在蜜月期裡面 即是一段戀愛蜜月期裡面 當然是有些甜蜜回憶 這些甜蜜回憶 在首歌裡面其實也想表達 它仍然是藏在心底 即是就算是分開 雖然很難寫難離地分開 因為它仍然留在心底裡面 都是無可奈何 還有它這首歌 就有一點說 它自然退出 即是自然退出 好像有些偉大的情況 這個是附加的 接下來 何時生病了 熟了 浮現對抗先兆 我剛才所說的 即是當一段戀愛 去到蜜月期的時候 就開始有個生厭的情況 即是開始冷淡下來 通常一些情侶分開都是這樣 它這首歌當然是寫著一個過程 這個何時生病了 即是不是很現實地說 即是它真的發燒病了 即是說 其實它應該是說這段愛情 是不是開始有病 發病 有問題 即是 然後雙方也不治療 即是說 咦 好像大家都不想去修補好關係 都是寫著一個愛情分離的情況 好了 然後哭 漸覺終點到了 即是說 應該是要去到分手的階段 然後 當紅辯都分開 曾已預料 即是說 其實每段愛情 大部份都是吵架收場 吵架收場 它這段歌詞寫了 即是 那段愛情有問題的時候 開始兩個人就吵架了 然後言而 須確認了別了 承認讓我親手棄調 承諾 承諾讓我親手棄調 即是說 去到這樣的階段 不分開不行了 不如大家 好來好去 我自然退出 這樣的情況 比較偉大一點 我自然退出 就讓你沒那麼難過 其實就是一個 無可奈何的事情 做敵人也都不錯了 都是那樣 不如我退出 等你 我一個人等於擁有的 例如那些 價值觀 是的 好 這裏就是 偉大 寧願不相往還 其實 怕相擁更難 即是 它去到 即是分開了 就是寧願不再見面 即是不要再見面了 因為每次見面 都會勾起它的甜蜜回憶 其實就是呼應上面 第一段的甜蜜回憶 是的 這個更冷的意思 即是說 它很怕 勾起以前甜蜜回憶 我強一強調 接著 好了 迎感激可碰上 再忙忙 人勢堆立 這段 其實就是一個 對比 或者反而 即是說 雖然不想我 即是不想再見面 即是不想再見面 我 都 希望 和你 見面 又或者我思想裏 都仍是記住你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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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敵人 即是 我看到你 又會吵架 人勢堆立正 這些 都好 但我仍然 心裏 即是 口說不是 但心裏 都說 都是 見到會好些 寧願 做敵人 都想見你 即是 其實你這些 就是 毆斷詩連 詩水的表達 這首詞其實都不錯 因為它是比較 不是太現實的東西 它有少少抽象的東西 讓人想想 古長文唱這裏 他其實很適合唱這類型 比較輕鬆的歌 因為 他的康口唱出來的時候 就令到一個比較 悲的歌 變得比較容易入耳 我覺得他很適合唱這首歌 然後 仍感激可奉上 再忘忘人 世對立正 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 寧願 做敵人 都想見你一面 寧願被你罵 然後 熟悉疏離之間 祝福 須有點不慣 其實就是 其實這些事情 他就無寧兩可 很不捨得對方 但是自己又要自然退出 這就是無寧兩可 無寧兩可的東西很抽象 很難用文字去寫 古長文都唱到出來 其實這裏也 有熱戀過的朋友 有分過手經驗的朋友 我相信很多 很多 很多 都會的 你偶爾想到外國人 都想知道他會不會生活得好 或者現在健不健康 之類的事情 然後 軟 軟 即是說 這個軟字很特別 軟 其實就是 跟上面的第一個字 笑 其實是一樣的 軟 就是 你現在已經在另一個地方生活了 不是跟我生活了 這個意思 然後 願你走得更遠 即是說 其實我希望你 生活得越來越好 好過跟我一起 大約是 意思是這樣 行情末 我參加 全也致願 這個也是 那些難捨難離的事情 你的生活 就算沒有我在裏面 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其實就是 反而遲 其實就是 很不甘心 其實都很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不知道 怎樣可以跟他在一起 行情末 我參加一下這個講述 為求 為求想你直說 直說 懷念為志 都以保存 就是剛才所說的 全部都是無鄰兩可 但是 已經分開 又或者 諸如此類 已經不在身邊 但是仍然很掛念他 然後 寂寞時 我吸你取暖 寂寞時 我吸你取暖 就是說 其實就是 當 分手之後 你愛過那個人 就算他怎樣也好 你都想他生活得好好的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有不妥的 你找個幫忙 其實這也是很抽象的事 當然很多時候 在現實生活裡 都不可能出現 這首詞 來到這裏 其實就是 四段歌詞 其實已經是說 由甜蜜 分開 至到思念 幾部曲 一路下來 整個畫面都出來了 然後這些都是副詞 副歌 第五段 就是副歌 不用怎麼說 都是一樣 都是符合 然後第六 能否想起 都有過患難 做閒人明白 已無關 這裏 比較特別 因為編曲 製作了高潮位 出來 唱得比較飄高音 其實就是感情的爆發位 去到終點 這句歌詞 即是說 就算你不記得也好 但我記得 我記得 以前有個喜有個悲 共患難 其實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 然後做閒人明白 以事無關 即是說 其實這些事情 就是我 很掛念你 又可以 然後 這個 又是有兩個解釋 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 他在抒發 很掛念你 你現在怎樣 其實我還很掛念 很想讓那個人知道 他還很掛念這個人 所以歌詞 在不同的人聽起來 都有不同的解說 好玩的地方 就是這裏 飄高音 其實那裏做得不錯 我覺得 然後 彼此分開去走 榮行作彼此過客 其實都是呼應上面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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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相容更冷 那裏 其實就是 我們 現在大家都分開去走 都很感謝你在我身邊出現過 有一個陪伴 就算是現在 喊了交收場 已經是不再見面了 但仍然都很感激 有你在陪伴著我 這裏 這是我覺得的解釋 如果你當作字面解釋 藝術意味未必那麼重 因為 如果你字面解釋 就是 彼此分開去走 大家各行各路 你做我 其實這些歌詞 應該不是這樣現實去解釋 應該好像我剛剛所說的 比較有藝術性的解釋 難得雙方性格 讓靈魂承之對立 這裏 除了它已經分開了現實情況 它這兩句就是在心靈上 就是說 原來我和你的性格 相處落 不是很適合 不是很對勁 不是很相襯 所以才分開 能讓靈魂承之對立 這句其實它還有第二個意思 就是誠致 誠致即是很誠狠地對立 其實我覺得它也是用一個反義詞 就是說 其實它雖然大家知道 一對情侶分開 或者已經是不相往還 當然是很生氣 那 為什麼它這句歌詞 用誠致 我覺得是有內涵的寫法 就是說 其實 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生氣 其實我仍然很喜歡你 誠致即是誠狠的意思 即是真實的意思 或者是很尊重的意思 所以它這句歌詞 應該是有第二個意思 不是說就是這樣 如果字面解釋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字面解釋 就是現在性格不合 分開 我和你的想法都不同 這樣就分開 這些字面解釋 又是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就有藝術意味 看看觀眾朋友 會不會你們自己 又有你們的解答 然後 熟悉疏尼之間 多少感覺尚有 即是說 即是說 大家都已經是生氣 這麼厲害的時候 已經是好像 兩個國家打仗 那麼嚴重的時候 其實是否真的要搞到這樣 這一句就是這樣 即是熟悉疏尼之間 即是說 我已經是習慣了 跟你分開了 冷靜下來 其實多少感覺尚有 即是說 即是說 大家都還在想對方 除了他自己想對方之外 對方又有沒有想想他 然後 念舊媽 念舊媽 想你回答 他這個 他跟上面這裏 自在媽 難忘媽 想你回答 這些就是一些 空想的東西 然後 念舊媽 念舊媽 想你回答 上面這裏 是說 你是不是已經沒有感情 下面這裏 是說 你是不是還有感情 應該是大約這裏 意思 接著 念舊媽 不要答 最後這裏 即是說 已經分開了 這段感情 這裏是很聰明的 最後這句歌詞 因為它又是引伸了兩個見解 我覺得是 一個是說 念舊媽 不要答 即是說 我們已經分開了 即是說 已經是完結了 這個就是 第一個字面的解釋 第二個解釋 即是說 不要答 即是說 以前的回憶 即使你不記得也好 但是我記得 不要答的意思 即是說 你不需要回答 即是這些東西 就讓我默默去承受 即是我還記得跟你相愛的情況 即使你不記得也好 我記得 即是我還記掛著你 所以這首詞 其實我看上去 它暗藏了少少的韻味 也叫做 即是現代的歌詞 其實是算不錯的 這首歌 都好像沒有怎樣宣傳 在香港 因為我都要在網上 才可以找到它 應該不是太多宣傳 我覺得 填詞人都比較有內涵 因為我都看了它的填詞 那 高密論點 現在新進的歌 就是這樣 即是說 還有我們年代的詩意韻味 是有的 不是說完全沒有 我這件事要和現在的填詞人澄清 我覺得其他的觀眾 不妨聽歌的時候 就算你不滿意那首編曲也好 看看詞 其實我覺得這首詞也不錯 也算是這樣 古卓民唱歌的時候 其實他的胳口 如果你說 我想他更進化的話 其實就是在 那個字的轉音那裡 大家不妨回到前 我剛剛上一段影片 我講一下妹姐的女人心 其實古卓民是有足夠能力 可以再進化上去的 但無奈 他就在現今的社會 很少百樂的出現 不知為何那些 做歌或監製的寬容度 都比較窄一點 感覺上比較窄一點 都是著重在 那個技術要很準 其實有時候 不需要那麼硬 那麼準 而古卓民這首歌 其實他的胳口 都比較柔順 我也覺得是不錯的 不錯的 不妨如果未聽過這首歌的觀眾朋友 希望看到這條片 就更多了解 這首歌又分析到這裡 如果各位朋友 聽歌的時候 也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歌詞 好 我們又下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Thank you 拜拜 好 五 六 五 他三 五 六 五 五 六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五